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 我们的讲座迎来十周年 大家好 想起2007年2月3日 我们的汉语讲座开始的第一天 我在三楼的教室 迎来了三位学生 那时我非常紧张 但同时也很紧 也很激动 因为我们要开始的讲座 采用在日本唯一的汉语教学方式 在短暂时间里 和学生一起学习 聊天 吃饭 打球 通过很多交流 我们亲眼能看到学生的进步 多么美好的事啊 每一个学生都非常努力 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十年里 我们一直相信 我们的汉语讲座 对初学汉语的人来说是最有效率的 感谢很多学生证明了这件事 感谢大家给我们讲座的支持 我们以后也更加努力 欢迎有更多的学生 来我们学校学汉语 再见